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夏季呢 温度高 我们都要给君子兰喷洒水物来起到一个降温的效果 而且可以增加足够的空气湿度 我们在给君子兰喷洒水物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建议大家呢 啊 喷洒水物的时候 一定不要让这个水啊 流到夜心里面 里面倒是夜心腐烂 那么大家除了要了解这一点之外的话 还有一个细节呢 是非常重要 也是很多花有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在给这个君子兰喷洒水物 不管是在地面 或者是夜面上喷洒水物的时候 都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避开中午前后这一个时间段来给他进行夜面喷水 或者是环境喷水 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能喷水了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洒水的话 会使热气增腾 那么本身的话 地面的话 温度是非常的高的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喷水会让是它的这个热气啊 增腾起来 会让你的君子兰被热气熏坏 甚至是熏死 而且呢 我们页面喷水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因为有光线嘛 那么可能光照 照在你的君子兰叶片表面上 叶面表面上如果有水的话呢 就很容易导致你的叶片 因为这个水滴原理 然后呢 导致叶片被灼伤 所以呢 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给君子兰喷洒水物 降温 增加空气湿度的时候 一定要避开中午这个时间段 我们要喷洒的话呢 就最好就是在早上 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爽的情况下 来给它进行喷洒 所以呢 夏季给君子兰喷洒水物 大家不要只知道 不能够让这个水滴到叶形里面 我们还要重视这一个喷洒水物的这个时间 这个细节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